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比总统特朗普提早抵达越南河内 并且在星期二和越南高级官员会面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场的美朝领导人之间的第二次峰会 都有哪些看点 主要的外交看点呢 包括第一美国和朝鲜之间呢 可能发表了河内宣言 会不会以和平宣言来取代中战宣言 正式结束美国和朝鲜之间在韩战之后的敌对状态 那么第二就是两国之间对互相设立办事处有什么样的讨论 我们照美国国务蓬佩奥今天在河内和越南的外长举行会晤 他感谢越南作为地主国 对于举办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之间的主要的贡献 那么他表示美国将继续推动与越南的建设合作伙伴关系 并且来共同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和平 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呢 主管朝鲜事务的特使 比根早在几天前呢就已经抵达河内 并且和朝鲜的高级官员来进行磋商谈判 为第二次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 那么主要的谈判的重点之一 那就是互相设立办事处 对于美国记者询问美方和朝鲜之间呢 对于这个问题呢是否取得了实际性的协议 国务院并没有直接回答 也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你知道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互相讨论 要如何设立这个办事处 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布希政府时期 当时呢其实美国已经决定派人到平壤 来物色一个办事处 但是后来朝鲜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后来到了1996年 双方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朝鲜还是退缩了 一位曾经参与直接谈判与讨论的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 可能的原因包括了第一 平壤可能负担不起 在华盛顿成立一个办公室的昂贵的费用 那么第二呢就是朝鲜不愿意看到美国人员在平壤 大大方方的收集情报与资讯 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以及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纷纷抵达河内 那么在两人见面之前呢 金正恩先访问了朝鲜位于河内的大使馆 那美国也希望借由越南的例子 也就是越南在经济转型 政治转型 还尤其是这几十年来与美国关系 逐渐改善这样的外交模式 来说服朝鲜迈向去核化 转而致力于经济转型 主持人 好的 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挥的报道 来说服朝鲜迈向去核化